大家好,我是美惠 我现在在成都 就赶在成都遮伞之前 先来尽快体验一下 Song Plus和Song Plus EV 它们的定位呢 是在Song Pro和唐之间 就是主打年轻 主打潮流 其实它和燃油版 在外观上面是有一定区别的 主要集中在前脸的部分 它采用的是和汉EV同源的设计 所以它和汉EV看起来会比较像 如果是燃油版的设计 它会采用的是一个 比较大尺寸的六边形 铠甲式的中网 就会有很多镀铬装饰 看起来不灵不灵的 比较城市金式的那种感觉 再来看一下它大灯的造型吧 首先造型非常的狭长啊 而且它除了LED日行灯 这个灯带之外呢 它还有龙爪的这个设计 而且它的这个龙爪灯带 是蓝颜色的 这个非常独特 下方的转向灯 这个造型也非常的犀利 也非常好看 还有一点在这里 就是它引擎盖的这个线条 它不是设计在上边中间的 它是设计在旁边 首先这个工艺是非常复杂的 其次呢 它把这个线条设计在旁边 也会把我们的视觉重心 从这里拉到旁边去 所以从视觉上看 还是比较显宽的 它的车身尺寸方面 长宽高分别是 4705 1890 1680毫米 相比宋普罗来说 要更长 更宽 但是要更低趴一些 我们再来车身侧面看一下 主要首先看一下 它的腰线的部分 首先第一点 它是围着紧的车身 绕了一圈 其次呢 它也会在腰线上 做一些弧线的设计 就不会特别的死板 在主驾的外后视镜上 会有一个NFC的标识 就是如果我们的手机上 有一个NFC的功能的话 跟这台车进行了授权之后 就可以直接用手机 在NFC这刷一下 直接可以把车开走了 就真正的实现 无钥匙 就是不带钥匙进入的功能 我们再往下看 它的轮圈 尺寸已经比较大了 这个是一个19寸的 所有的EV车型 都是19寸的轮圈 但是燃油版车型 它的高配会是一个20寸的 而且会有一个红色的刹车卡钳 而且会是马牌轮胎 这个就比较贵了 还有一点就是 它的车门 我是很喜欢的 因为它这个下边是全包边的 所以说我们在上下车的时候 尤其是雨天 是绝对不用担心 弄脏裤腿的 这个我非常喜欢 在车尾看一下 车尾 对我们就从上往下看 首先这个顶上 有一条一米多长的高位刹车灯 设计是比较新颖的 而且也比较显眼 再往下看 它的尾灯也是一个贯穿式的 而且亮起之后 它会是一个流水的效果 这个车尾 它又是这么长的高位刹车灯 又是这么长的尾灯 也是整体的拉宽了 我们的视觉效果 其实燃油版和EV版车型 它在侧面和尾部的造型 是没有多少区别的 不过EV版本的车型 会在车尾这个比亚迪logo 下面有一个EV的表示 看一下它的后备箱空间 它的后备箱容积是574升 其实整个空间 看起来还是比较规整的 两边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储物格 盖板也是可以上下两级去调节 后备最靠背支持 四六比例放倒 而且当它放倒之后 整个空间近乎是全屏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讨喜的 就是它的整个空间 是可以满足不同人群 对于空间的不同需求 我们再上车看一下 宋Plus的燃油版车型 和EV版车型的内饰是完全一样的 不过我们可以说一下 它的内饰颜色 因为这种深蓝色 配上灰色的这种内饰 是EV车型所特有的 就是它会给人一种凉爽的 一种新能源的那种感觉 在燃油版的车型上 它会有那种渐变的内饰 它会有棕色和黑色的那种渐变 其实这种做法 这种工艺是非常有难度的 所以说它也是首款量产车上 真正实现有渐变内饰的一款车型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台车的车内 它其实材质用料也是非常好 整个全都是软性的材质 而且这里是皮质 还有缝线 它的中控台是横向的一个布局 而且是对称的设计 看起来是比较舒展的 它的中控台上会有这种弧线 以及门板上会有这种 平直的这种流水的线条 就会感觉很舒展很优雅 配合上一进车内 它会有一个唤醒的动画 就像是水波纹四散开来 还蛮好看的 我们再看一下前面 其实是有三块屏 首先前方的全约经济表盘 中间的12.8英寸悬浮式中控屏 以及副驾前面的那块屏 不过在EV车型上 它只有分位灯可以显示 它有31种分位灯的颜色 在我们听音乐的时候 会随着音乐的旋律和节奏 去变换分位灯的颜色 在燃油版车型上 这块屏的功能就更丰富了 它是直接可以显示动画的 在我们车内想要调节空调的时候 温度调高 它会有红色的动画 温度调低 会有像下雪一样的蓝色动画 在空气净化的时候 也会有相应的一个动画 就是它非常的有科技感 中间的这块 12.8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 我觉得应该就不用 过多跟大家介绍了 因为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它的显示非常清晰 功能很丰富 而且运行也很流畅 它还可以旋转 我们再来看一下前排的一些功能性配置 在它挡杆前面是有一块储物区域的 而且它是有支持手机无线充电的 下方有一块比较大的储物空间 在这我们就可以放一些小包包之类的 哦对 他们说可以放鞋 我觉得这点对于女司机来说 可能会比较实用吧 毕竟开车也不能穿高跟鞋 这点我倒是之前完全没有想到呢 这里还集成了两个USB接口 和一个点验器 中间扶手箱的容积比较大 而且它的这个盖板 以及中间的杯架都是可以拆卸的 就是这个空间是非常多样 座椅方面它采用的是一个 一体式的运动座椅 整个造型看起来也是比较时尚 比较前卫的 那我们再去车后边看一看 后排给我的感觉太好了 一坐上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座椅非常舒服 它填充物比较柔软 你坐上去会微微下陷的感觉 但是它又不是纯软 它会给你一些支撑 轴距2765毫米 可以看一下我的空间 先拍式身高1米8的小哥 调成适合它的坐姿 现在我不论是脚部空间 腿部空间 还是头部空间 都是比较充裕的 而且地台是全屏 它并没有说把坐垫坐短 来假装空间大 它的坐垫长度完全够 对于大腿的支撑是完全OK的 再来看一下它的座椅 后面三个头枕都没有缺席 中间有扶手有背架 它的靠背角度还可以进行调节 就是功能性做的还是比较齐全的 再来看一下它门板上是有一个 这个手枕的 就是如果我们胳膊枕在这 不会觉得硬邦邦很个 不会的 而且它这个后边是一个储物格 就是我的8plus手机 放在这里都完全可以放下 这个空间还挺大的 而且它其实是一个扶手 就是我们上下车关门的时候 可以扶这个位置 其实会比扶前面这个扶手 要更省力一些 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些配置 首先上面是一个全景大天窗 然后下面有空调出风口 还有两个亮灯的USB接口 就是如果在黑夜里边 我们也可以精准地找到USB接口的位置 整个后排我都是比较满意的 不过如果硬要我挑一个 我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 那就是门板上的储物空间 我觉得还不够大 还可以再大一点 东露旁边SUN PLUS 8 在1.5T高供版发动机 最压功率136千瓦 最压扭矩288牛米 我身边这台SUN PLUS EV上的 泳瓷通电机 最大功率135千瓦 续航里程是505公里 这个也是比亚迪首次 在SUV上搭载和汉一样的 刀片电池